哦 老闆 公司的电脑太卡了 我记得了十分钟 那以后大家要找来十分钟 老闆英明 骂屁肌 老闆英明 很好 那这个项目就交给你们俩了 老闆英明 这也不是讲话了 你好 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 因为你的简历我们根本没看 我怎么把OS说出来 你好 我叫欧阳豆豆 毕业于985大学 EPC学院 哦 名牌大学加个外国名 有钱就能上了 再交换留学给文币多个金 咋又多多二出了呢 您这是偏见 我看你的履历还挺好 我们这儿工资是2大35k 也就是2k 35就别想了 我想以我的精力和能力 薪资可以再高 都是挂名参赛参同学的讲吧 这我也有经验 我们拉老师不加开玩笑 也看得出来我们公司氛围还是比较轻松的 我还是第一次不叫老师呢 现在老师这称呼可真不值钱啊 别喝水吧 辣老师 那和您这上下公司的搭置情况吧 怕出已经水失常了 不是行动我们不专业 最后他会收回去等通知 别等了 你不会一路取的 你在搞什么一直在捣乱 我也不知道 但是好傻啊 今天晚上大家聚个餐吧 你请还是A啊 哼 当然是我请了 祝老板做大做强 爱情事业顺服说的 真会了 写着你了 小赖也有话想说呀 没有 大夫你对事之后就不得不说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公司业务连续下话 你的决策也是一塌糊涂啊 我要说坏你的话你能信吗 牛逼啊 牛逼啊 牛逼 老板我不是针对你 他甜甜摸鱼 他偷偷烤工 还有他接私伙 我说完蛋的话 我全怪你 三块 两块 五块 这是小钱 一个323 这个月得省着电话了 我曾经 起来 我这一会你记得来啊 谁还敢要我钱 直接来我口袋你拿吧 这场霸凌 变态 你来一天的话 扣多少钱啊 200吧 你没见他一个月给我6000啊 你还可以调休啊 老板我想把缠件 调得下注意 缠件 你还是前面下看老子吧 我怎么没想到 老板你看我平时工作努力 态度也很好 嗯 我就是 门外传来的急速的脚步声 永远其近 松松松 老板你看我平常工作认真 可不可以 这是你昨天搞砸的合同 哎呀老板你就原谅我这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行啊 你先说 我先说医生减着身体 我批了 真的 那么难道 这可是老板钱的请假条 你只能看一眼哦 周一 你又不是道歉吗 知道了 姑娘 快上车 我送你 这时到还是好人多 毕师傅 送我来这个忙 高考加油啊 大妹子 这高考是快好像高中生啊 快吃到了 不好意思 上课要迟到了 我了 你还没成绩多见 你又随谁 莱莉 起来 一须戏微乎高哉 见 一须戏微乎高哉 数 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难于上新天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还不看书 你 你 你输呢 我输 没带书就给同桌借一下 别别别 看我干嘛我脸上有字啊 念 唐三用近乎嘶吼的声音喊 你活吧 我的爱人 你们俩喝饭心去 东哥你 上来看要说的 第三条 固模 外头一棒 主帅 你跟我拿下外套吗 可以帮买下外套吗 小蕾 梅莉 5 要死你 比赛结束 请你去小卖步 大哥请坐 大哥敌喝水 是请你手练 不下赢了比赛送下表白 来吧 那给你 我跟你表白行了吧 我可不敢要 是不是小蓝 都别瞎闹啊 你们现在最主要就是学习 他犯规 你这是黑哨 黑哨 大家不要信 我们一起站班哥 我要他们助威 他们逆着拉业 我们怕要发泄 闯到宇宙百平世界 哦你这你这狂野 我们怕要发泄 这都是我们倔强欺骗 再来 我要操控我的前世 照亮我的手势 看着照亮正在眼 这战场前把热血暂时 一路向前飞驰 嘉雯 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 好巧啊 迟到扣500 还不赶紧上车啊 这位乘客 真的得点就好读书了 那我先起头 祝大家学艺有成 全城四季 光中药物 紧上积德 大美丽 祝大家高考加油 你人呢 怎么还买了香白 老板我路上堵车了 还你到公司 香菲露道的 你叫地铁堵车啊 哎 妈呢老板 怎么样小的家伙 不迷死吧 今天这么冷的 哎 天天 你上午要我照片干嘛 刚刚是老板在用我电脑 卧槽 小蓝 你跟我进来一下 下午有客户要过来 这会试的音响好像有点问题 你一会帮忙调试一下 哦 以上就是我们的合作方案 我们的合作意愿非常强烈 嗯 我们感受到了 王爷借着月光 开心了丫鬟红彤的眼角 王爷 别这样 嗯 怎么声音 王爷的鼻尖 抵住了育儿的鼻尖 你的身体是火做的吗 这么脏 被练终于结束了 没有人比我更生死了吧 这东西到头上 根本什么都看不见吧 你说这玩意在头上还能看得清吗 不是 我是好奇 绝对有好奇心 不是 你没理解 不理解但尊重 这个不要紧 我了 我去看这四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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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西日 加班费零 社工与我明明加班了一个小时 算了也就二十块了 我一块三百 二十也是钱 天气真好 直接问吗 嗯 太没礼貌了 这是谁呢 谁啊 这么没礼貌 有事吗 没事儿 没事儿不能随便进来 有事儿 有事儿 我公司少算了二十 二月十七 是算错了 你那天下班没打卡 还得扣一百 减两二十再扣点八十 你别急 急也没用 喂妈 我这个月发了五千 五千 我要涨工资 这么直接 我可以 我都来公司两年了还是两千三 为什么现在连小刘一来就拿五千 她除了每天拿个平板摸鱼 还会干什么 她说的五千 是 员工守则第二十九条 私自透露工资者 开除 是我瞎猜的 哈哈哈 那就对了 另外关于她摸鱼的事 我让她亲自来解释 我是用平板办公的好吧 平板办公 对啊 客户的需求我都是直接用她来挣的 喂温总 我们这边领导觉得有些地方要改 我现在跟你讲 尽快改好给打我 哦 没问题没问题 稍等我换平板跟你联系 第一点 我们倾向于打工人反内卷的主题 与目前的方向不符 大致就是这样 修改意见我发你了 好的 没问题 你要回公司吗 我说一下班就有不想的预感 带来的还是得来 还好我带来平板 那你相关资料平板里都有吗 你不懂吗 这块平板可以远程控制我的笔记本传资料 你这操作页面和笔记本一样 是的 肩面熟悉操作起来才迅速啊 这份平度一照调整起来不太舒服 这人服音音 等我一会儿 我火速搞定 这么厉害 你回去吧 刘啊 刘啊 都回他在 工作时他是我的笔记本复评 不忙的时候我就用他刷视频 好好努力 那我也回去了 我失去的东西 我想来一定会扬坏 张阳帆 我要让你付出代理 你怎么扣让什么呢 对 对不起 眼光要放长远一点 你们来这儿上班 难道是为了那点工资吗 当然不是 我待会儿去见客户 你在公司帮我订的地方想办 好 尤其看好公司的机密合同 你好 我周知用完了 下门自己拉 现在什么情况 他喝了一整桶水 穿了 会儿 什么事 你吃了